《生灵奇境查空间》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唐代诗人刘长青的作品 《寻南西长山道人隐居》中的禅意思想 设计师想借此表达一种惬意的心理 和清幽静谧的禅意查空间 本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都市茶馆 生灵奇境 过于看松色 随山道水源 西花与禅意相对以妄言 从诗句中领悟到禅意之妙处 设计由此而来 旨在能让人获得精神歉意和心理的满足 从幽西身间的陶冶中得到超悟 从遥野的野花静静的观照中 领略到甜静的清趣 融化于心灵深处 是一种体察宁静 荡敌心胸的内心喜悦 自在甜然的心静 与清幽静谧的物相交融为一 希望所有人都能获得诚信而来 性静而返的 歉意自得的体验感受 设计师认为 文化传承 艺术更直的历史语境 需要通过现代协议手法诠释 才能碰撞出空间新的记忆 设计理念通过海派文化为影 结合当代与近解读文化符号 成功打造了国茶集团品牌 风格的新标杆 当人们来到这个 与世无争的茶空间 一切可以归于宁静 这里屏蔽了城市中 喧嚣与浮躁 也正是设计师的初心 茶空间加入了东方的蝉意元素 然后以上海的海派设计风格自然过渡 初步呈现出独一无二 并散发着自然之美的茶空间设计 森林奇境茶空间历时近半年时间建造而成 室内空间按照形态高低起伏而建 建造期间 设计师亲自配合铸厂及耕宗 现场指导施工 解决施工细节问题 才保证设计完美落地 茶空间的中庭禅艺品茶区 由五个盒子造型的空间相隔组成 前厅入户大堂及过道 在设计环节用中国文化的对景 矿景造景的手法来颠覆传统茶空间设计理念 在中庭区包厢的视觉感上 犹如漂浮在空中的渔船 整个盒子造型空间形态高低起伏 相互交错 内与外之间 以走廊相连接 在包厢体验过程中 可以在窗外摇看上海红桥飞机 降落或起飞的整个过程 同时也可以看到上海东方明珠的顶端 中庭共计五间禅艺包间 空间还设有吧台 独立展示殿和休闲户外茶室 每间茶房都设有独特的入户设计 展现出东方新禅艺之美 同时也给客人带来了私密的体验 禅宗强调 教外别传 独立文字直下承当 见性成佛 是要将禅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轻生去体味觉悟 这既是生活禅 以中国文化中禅自由自然的中风为起点 在茶室中体悟禅乐 在禅乐中完成茶室 吃茶与生活禅艺相通 慢慢明星渐性 静是禅静 茶静 心静 意静 悠悠岁月中 永恒与变化一直进行着 唯一不变的是 古静的禅艺 本次课 我们学习了都市茶馆 生灵奇境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希望你可以掌握它的设计特点 以及经营理念 做到学以致用 课后 请你查阅相关资料 思考 都市茶馆 生灵奇境 是如何打造禅艺空间的 请不吝点赞料